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火拍电视观众好 这个是11月3号5点30分 稍微晚一点点啊 我们今天要做节目以前呢 我要先给大家说对不起 这个节目呢 实际上是今天上午节目的一个修正和补充 为什么要做修正和补充呢 就是说 我们的新人员新设备新领导上任 这个磨合没有解决 导致上午我做的龚小夏博士的采访的那个节目呢 有前10分钟的内容 听不到声音 只能听到我的 听不到龚小夏博士的 所以说我 应该在这向大家表示歉意 作为一个补救和这个表示歉意的方式 我们决定呢 再把前面这一段 就是前面10分钟的内容呢 给大家重新的 现场采访一次 为此呢 我又打电话给龚小夏博士 向他表示深切的道歉 同时呢 请他来 再为我们的观众 做一个补拍 补充的一个采访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有来 好 现在请 我们的导播把龚小夏博士请进来 小夏博士你好 小平你好 今天一天两次打扰你呀 很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对呀这个我们的这个前10分钟的节目 有声音的质量问题 就是我能说 你的声音听不到 所以观众比如说 陈小平说话嘴巴的 但是听不到你的声音 但是这段呢是 今天的节目里头比较重要的 这个什么内容部分呢 就是美国国会 调查 这个美国的这个 社交媒体 封嘴郭文贵事件的 这个听证会 我们谈的什么问题呢 刚才我就问就是 这几天啊 美国的这个 华盛顿呢 好像 郭文贵事件 节年上演 各种各样的后续的故事啊 从美国之音 到哈德逊 再到 啊 11月1号 美国 参议院 啊 情报委员会 这个 关于 郭文贵事件问题的听证会 发生了好几起 啊 所以事情很多 那么您呢 在华盛顿 是新闻界人士 也是这一系列事件的 当事人 所以说呢 你摊上了不少事 那么呢 所以我经常找你来关注这个事件的新进展和一些内幕的消息 正好这三个事件啊 你是当事人 你是目击者 你也是 内幕信息来源啊 所以我正好问你 这个 我想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怎么会在一个听证会上把郭文贵的这个事情给递了出来呢 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怎么回事 11月1号这个情报委员会的听证啊 主要是关于就是俄国怎么样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 来这个干预美国选举的 所以呢 去听证会上作证的呢 就有脸书推特和油管的几位这个 他的律师和资深官员 那么在这个时候情报委员会要关注的这个事情就是 更多的整个听证呢是关于这个 是关于这个 这个 俄国问题的 但是呢 中间呢 这个参议员卢比奥 就提问了 参议员卢比奥就是 将郭文贵这个事件提出来 而且是对脸书的这个 脸书的这个律师来提的问 他就问他就说 郭文贵这个在脸书上被封掉 其实郭文贵在其他的那个 社交媒体也被封掉 但他问的是脸书上 这个跟中国政府 有没有关系 你们是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 那么很有意思 你要再看回这个录像的脸书这个 这个人吧 他有点亡顾左右而言 他说了一段说我们是 要怎么遵守 其他所在国的法律啊 我们怎么 说了一些但是都不着边际 所以呢 卢比奥参议员又在追问 那追问说 说那个 你们有没有受到 来自中国来自外国政府的干扰 这位脸书的 也不说说我们都要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 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就又追问说 那如果所在国的参与 所在国的法律 不许批评政府呢 你们怎么做 这脸书这个人还在打太极拳 就说这个所在国参与 我们的主要还不是这个政治批评政府的问题啊 主要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在德国怎么样 那么这卢比奥参议员没放过他 继续去问中国政府有没有干预 最后脸书这个人承认是 他们接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信件 那么卢比奥参议员还问到水军 你说网络水军这个Bot Army 那么如果你是收买这个水军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正常的 那么这个人其实也是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那他不知道中国这个 这个fifty cents party 或者fifty cents 那个 那个arm 这个都不知道 哪里会不知道呢 不过是他人 不知道 你觉得他都知道 他说他每个 他每年他每个星期都要兑付多少 几百万个账号 什么这些假账号 什么等等 等等 这个他说了一下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到中国的网络水军 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也关注了这个报道啊 英文的这个原文啊 大家我觉得英文有一个词用的叫misleading啊 对 他这个确确实实当开始说 我们 因为这个根据社区规则啊 这个 关闭了郭文贵先生的账号啊 那这个社区规则就有这个 诗音的这个报道就说了 你的社区规则只管一块就管 是明显的对他人的 名人的攻击 和这个仇恨性的言论啊 那么这个郭文贵好像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这是这是来谈的一个 就是人家提到的一个问题啊 你你这个发言人对外说的是什么呢 郭文贵披露了就是有些个人信息啊 对不对啊 这个是人家说他的社区规则上面的理解和实际上有问题 是不是双重标准 这还不是主要的 更主要的是呢 中国政府在这个关闭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 限制他社交媒体功能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的作用这是人们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吧 然后他就想打太极拳你刚才提到了啊 他说我们收到了一个报告 Air Report 然后怎么怎么着 这个Air Report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Air Report 对啊 所以说后来 他就承认了他收到中国政府来自中国政府的信 对后来鲁比奥一再追问就是说 你是没有收到中国政府的这个压力啊 他在说 他在说 A report from 中国政府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还有争议就是说 一些报道说他 已经承认了中国政府 影响 并且因为中国政府的影响 而关闭了他的这个 郭文贵先生的账号 限制他的账号的功能 他还在打探权 他说我们 我们收到了中国政府的代表 给我们的报告 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报告 但是啊 我们关闭和现在他功能的账号 就像我们 关闭和现在别的账号一样 似乎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他最后还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但是人们从这里的想象中这里头有关联 所以说啊 最终啊 这个脸书的副总裁 兼首席法律大臣啊 他还是在打罪权啊 对 很有意思 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就是这个脸书啊 就是为什么要 这么这么样的干的问题 就是说 所以我在关注这个 这个听证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还要问这个 这个卢比奥先生啊 这个卢比奥先生呢 我们知道他是参议院的这个参议员啊 很关心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情报委员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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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证会上 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这个委员会上服务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国会的议员上 有好几一个人会服务好几个委员会 那么卢比奥在这个委员会服务 他同时也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服务 另外呢 他还是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另外一个共同主席呢 是那个新泽西州第四选区的史密斯众议员 所以他们一向非常关心这个人权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说这个卢比奥很年轻 1970年生的 他这个去年我们知道2016年竞选过总统 那么他的父母呢 是1956年从古巴跑出来的之后回不去了 因为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嘛 那么他们在古巴社区他长大的人 他是对卡斯特罗对共产党政权是深恶痛绝的 好关于这个听证会呢 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次只逮入了脸书的啊 这个这个副总裁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啊 这个实际上郭文贵先生用的更多的工具是推特啊 这个推特那么油管啊 就是YouTube啊 YouTube也有问题 就是说这两个这两个单位 这次为什么没有被逮入呢 不是没有被逮入 你要听卢比奥参议员的说的时候 他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另外开一个听证会 所以正好是那个脸书 轮到卢比奥问的时候 正好是脸书回答呢 他就问了脸书 其实他好几次都是问题 这个问题是对你们所有人的 那么我想呢 那个现在国会为 专门为官贵这个事情 开一个听证会呢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可是一个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消息啊 上午啊 我们那个做的那段节目里头啊 你没有说 等于是你给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消息啊 很好啊 就是说 这一次表面上他问的是脸书 但是油管和推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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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单位啊 说不定下次还不会专门低了过来啊 再开一次听证会啊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消息 现在我要问就是说 刚才你也提到了啊 哈德逊 也提到美国之音事件啊 那么我就现在要反过来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郭文贵事件发生以来 先是在美国之音 遇到了一次封嘴事件啊 那么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封嘴事件呢 刚开始你们在呼吁调查的时候啊 那局部是很艰难的 我记得你们还募捐打官司的事情啊 那时候 对啊 而且这个你谈到他们这个 对你们的审查 跟中国的这个 那种黑暗制度下的这种审查 有可比之处啊 这我记得影响深刻 那么这个世界后来呢 出现了一个逆转 就是这个 美国的国务院的神记长 开始调查这个事情 而幕后的这个倡议者 调查者也跟卢比奥先生有关系 那么这个等于是国会前后两次已经过问了 就是公开过问了这个郭文贵啊 这个事件中的封嘴事件 是不是这样现在 是这样 这里我可以说一点点内幕消息 就是卢比奥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 在8月28号给这个国务院审计长 也就是负责 也是负责美国之音的那个审计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这封三页多指的信里头呢 从北京找了一个跟中国政府关系非常近的人 叫麦建路 James McGregor来调查我们 那么这个人呢 国会就问这个人是怎么找的 为什么会找他 为什么从北京找一个人过来 怎么回事 而且为什么在这个中间 他找来带来的队伍中有中国人 埃克曼建路是个老外 取了个中国名字对吧 对 取了个中国名字 在北京住了25年 他挣了非常多的钱 这个钱主要是中国政府拉关系进的 所以他跟中国很多高层官员 那关系很一切 你查查他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字 其中比如说他的公关的 他的公司里的 那就是原来芝加哥领事馆 负责收集中国经济 美国经济情报的这么一个官员等等 你可以看到一系列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就我现在没有调查 没有进一步调查能力 很难说得清楚 他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千丝万里的关系 但是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这里头国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变得很那个是谁去找他的 为什么找他的 怎么找他的 什么时候找他的 在这个中间呢 据我从内部听到的说是 他们不是用公司的这个电邮 是用私人电邮做的 那么据说现在有一些这些 这人就不肯交私人电邮 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 所以到现在呢 国会要求调查已经两年多 我们这几个人在家休假 也休了半年多了 就是这个被迫休假 这个老是感慨说有一句吧 美式双规跟中式双规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 起码我们还拿工资 这个信件难道就拿到吧 在美国你到法院去要一个要求一个令状 那不就搞定了 我不太清楚到底政府调查里有多大权力 你什么时候能到法院去 法院要多长时间给你或者怎么样 或者他们已经给了还是没有给 或者他们就拒绝干脆请个律师来 他们也疯了嘴 调查不下去 我不知道 因为国务院的审计部门 从国会要求到现在为止 国务院的审计部门已经是 这已经是两个多月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 审计部门还没有找我们谈过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审计部门如果开始 当时审计部门的人 就是国会他们告诉我们说 他们调查可能要花一个月时间 现在花两个月多月时间 显然还没有好好的开始 因为按照逻辑来说 一开始先得跟我们谈 是不是 我们现在天天等着 而且我们写信去吹 怎么还不跟我们谈 还是不跟我们谈 所以我就不知道 中间涉及到水有多深 到底是到哪一步 到底中国的渗透到什么地步 中国对美国之音的干预到什么地步 而美国之音 特别是有一些高层的领导人 跟中国的生意又做到什么地步 比如我们都知道 美国之音的台长家里跟中国有上亿的生意 刚才有一个技术的故障 就是你说 这个是个小事 刚才你说到他的先生 这个地方我们的信号就断了应该是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再重复一下 没有 就是说我们看到是他的台长的先生 在我们被休假之后几天又到中国去了 而且在中国他们都是接待规格比较高了 等在中国有一大堆的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不是调查部门 那么但是总的来说 美国之音这个事 在整个这个关桂事件上是个小事了 咱们就这么说吧 对我们当然是大事 对关桂事件是个小事 但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痕迹 就是中国政府用了各种各样的力量 下了非常大的本来一定要封住关桂先生的嘴 这我就是非常有怀疑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 在美国之音来说 我们是政府部门 那么中国政府能够用这么深的力量 这么大的力量 来直接干预到美国政府部门的言论自由 因为我们同样也是这个媒体部门 是不是 那么你如果是私人媒体 那中国政府说 我们不让你进去 你赚不到钱了 这是私人媒体有时候 比如说彭博他们会有些考虑 但是美国之音可是没有经济上的考虑的 是不是 别人都有 美国之音没有拿的纳税的钱 除非美国之音的私人 有私人经济上的考虑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这只有调查部门才能查清楚了 从现在来看 应该就是内幕最多的 还是美国之音事件的调查 因为社交媒体封杀郭文贵先生的另一幕消息 还没有开始调查 只是刚才引起关注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 雇的是北京的一家机构 这个机构里头的人员 跟中共的权贵关系不错 而且他的工作人员中 还有中共的领事官员 前领事官员 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还有私人信件中涉及到这些东西 好像这里头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我们想下一步 随着调查的升级 也许会掏出一个 类似于穆勒检察官发现的那种秘籍 可能是这样 最近还发现 但是不能这么说 就在于什么呢 对 我就不能这么说是为什么的 我想插一句这里是 因为我觉得像脸书 这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在里头 为什么 比如说推特和脸书 是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公司 它没有这么强的服务器等等 你说中国那个 哈德逊一个就一个研究所吧 被那个攻击一下 什么有点手足无措 是不是 脸书和推特怕什么 现在关键我觉得这里头 就是脸书和推特反正进不了中国 你们怕什么 那么我想他们不是怕什么 他们是要什么 嗯嗯 这个小渣了 小渣同学 小渣同学经常成为中国社交媒体 粉丝的对象 学习主席的著作 戴着五星红帽子 穿着红军的服装 那PS的各种照片都出来了 还有他在天安门顶着雾脉跑步 不断的成为中国的网友们笑话的一个对象 他就挖空了心思要去北京 还要这个让习主席给他的孩子取名字等等 就这个这个这个小渣同学啊 也是你的是你的同学啊 也是你的同学 这个有些方面的表现 确实是人家觉得他做得很过分啊 做得很过分 这里头的问题 我在这里有一条线可以这么画 就说你害怕 比如说哈德逊研究所人去不了中国 那个或者是哪些老板撤资或者什么的 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个害怕这个事情呢 虽然我们不鼓励他 不是说这个 我就说这些人真没胆量 这是一回事 但是想到什么 就是另外一个是贪婪 所以你有些那个 就说包括美国之音这个些做生意 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但如果是实情的话 包括来美国之音要调查的那个内人 他就是内人 他们就他们没有害怕的问题 他们有贪婪的问题 贪婪是比恐惧更坏的一个因素 是道德上更没底线的一个因素 这个东西呢 还只是一种逻辑分析啊 还没有法律上的一些 操作合理怀疑的一些证据啊 这个现在我们继续不讨论 现在我现在才谈到这个哈德逊的事件 刚才你已经提到了 就是哈德逊这个事件呢 美国有可能作为一揽子调查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调查吗 这我不知道 因为美国这个调查应该怎么说呢 像美国之音他是有自己政府监察 部门的调查的 那么哈德逊事件还加上脸书的 这都是私人公司和私人机构 那他们我觉得美国是联邦调查局会介入呢 会怎么样呢 这个呢 据我自己听到的另外一些消息 也是联邦调查局是已经介入了 但是介入到什么程度 能做得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还有这次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询问的 指示脸书的这个首席法律顾问 那么推特啊 油管啊 这些这个这个社交媒体啊 他们封杀郭文贵先生的这个账号问题 会不会一并作为关注和调查对象呢 一定会 因为现在如果你光看就是在那会上 在听证会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嘛 只问了脸书的事 但是你看看美国媒体的报道一路的出来 我们当然是从华尔街日报 就是白宫内部还透出来这么多消息 这个我问过华尔街日报一些记者 一些朋友 他们说我们播的多的 现在报出来只是一点点 所以呢 他们就是现在他们是能够核实的情况 都先报了 那其他的那个报纸 比如Daily Color 那个Daily Beast 都在跟着这个事情 那么我想呢 就是我自己做媒体的我也知道 就调查室的报告一般都有滞后 因为这个事情要各方面的反应啊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也在就是 我自己我自己个人 我是在写书了 这个事情太有趣了 这个事情太有趣了 就是这个这个整个美国之音断播事件 我因为我自己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刚刚被断播被这么拉下来 当然是非常非常气愤 然后呢 你就看到网上有一大堆那个就是有些是不理解的人 但是我是知道美国之音有些非常黑的地方就是他里头 美国之音里头的人在外边去鼓到一帮社交媒体上 把我们的私人资料泄露出去 就是鼓动各种人来攻击我们 这个事马反正到了我脑袋 我就大概就是一个不看的事我懒得管 但是就这种事情 问题现在是比如说有人从欧洲过来 这个怎么写一些很肉麻的吹捧信呢 就答应了什么条件呢 那个反正这么就是我就想 FBI当然就是也问起这个事情来 我说这种事情我也不管了 因为一帮西方福利社会上的寄生虫 他搭理他还是不能搭理他们 但是这个事情我就知道是美国之音里头的人组织的 而且美国之音里头的人竟然还告诉我 就说他们里头有些人明显在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们对中共就是公开的对中共表忠心 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知道美国之音里头亲共的人不少 但是像现在一些人这么公开呢 那也是不多见 你没点名啊 看着现在还不方便是吧 我不会点名啊 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 这些事情是存在 我只是说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这些人嘛 就是谁是中共的走狗 谁自己知道 谁心里明白 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行政休假挺好啊 工资照拿还可以写书 然后华盛顿所有的关于这个事件相关的事件 你都去目睹啊 有时间去这个作为观察家去关注这些事情 这个很好的一个阶段啊 最后还说不定还写我们参销书 这肯定是这样啊 下个问题呢 下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什么呢 啊 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啊 这个脸书啊 是吧 油管啊 推特呀 上面大批的俄罗斯五毛机器人啊 跟在啊什么杨建立啊 郭文贵啊 你呀 我啊 何平先生啊 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社交知名人士VIP后面 难道美国政府啊 或者是脸书这些高管们眼睛就看不到吗 啊 看得到 但是中国市场那么大 他们都垂涎欲低 所以觉得总是 因为这个西方当时啊 我想有人写韩默的时候 也就在谈到韩默就是西方石油大亨 就跟苏联关系非常好的那时候 他说我们只要让一点点步 那么我们就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很多脸书在他们都这样退一点点 我可能就郭文贵就一人嘛 封他一下 那么呢 那可能下次就换来中国的市场啊 投资啊 比如说换来这个支付宝 我能在上面做这个是不是 那就很大的利益 那么封一下郭文贵 换来我都以亿美元计的收入 何乐而不为 但是这个东西我就想 这是一帮真实社会的蛀虫 很多时候如果谁这么想的话 为什么他们把民主制度的 基石一点点给蛀空了 那么至于是跟着骂呢 我原来没管了 我也没看不知道 后来陈光诚先生跟我说 那你把他们拉黑啊 我说我也不会拉他怎么拉啊 他说你拉他干嘛 他不管他我不看就完了 然后陈光诚就说这个不能让你的平台成为他们宣传的地盘 我一想到也是 后来找一小孩告诉我是怎么拉黑的 一看这么容易我就都给拉黑了 可是拉不完了 他是机器生产批量 他们不是人 他们是机器 他们是机器魔鬼 对这些而且是非常可笑的有一些就是推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那边美国之音有一个有一人不大家有人要为他洗地 然后呢从一个推上同一模一样的说的话一模一样的推呢 每天推一次每天有几十个一模一样的推推到这来 我说这边改个标点符号也好啊 也不改一模一样 这是我们就看着这特别特别可笑的事情 机器人人工智能化还没有到家还差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改个标点符号改一句话 他就上面说比如说他说郭文贵指责美国之一某某人 他那句说对 我问过我的美国同事他们说这是假新闻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问美国同事 俄国名字也是问美国同事 中国名字也是问美国同事 哪来那么多美国同事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特别可笑 特别可笑 下个问题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说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这种听证会 就是说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也看到刚才提到 这个史密斯先生的 这个他是主席 这个罗比奥先生也是主席 就是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个委员会 他们经常开听证会 那么这个情报委员会当然开的会不那么多 但是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呢 有不有什么用 有不有什么效果 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对非常有用 是为什么呢 情报委员会 这国会的特别是情报部门 有听证有两种 一种听证是公开听证 也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现场都拨出来这个听证 另外一种几种听证是闭门听证 那就真是涉及到国家利益了 那么很多在公开听证中谈到的问题 闭门听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是会有 就是高度关注而且关注到细节的 那么我想国会这个听证有几个作用 就是一个是他把这些事情公开化 就是说国会关注我们告诉你们关注什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当然第二个就可能推动立法 比如说脸书推特油管这种他们这么做 那么他们现在说是我们遵守当地的法律 可是你们是不是要遵守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法律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知道比如说美国的反腐败法 你在美国不许腐败 你到了国外还是不许腐败 对不对 那么现在就这些国际等于是国际大媒 这种outlet这输出频道 那么你在美国你不能够妨碍言论自由 你到了国外 你是不是也应该遵守美国的法律 国会要立法 所以现在是很想我这样 下星期找一下几个我省熟的国会议员 就谈一谈怎么样做一个立法 来禁止这些公司再做这种事情 所以因为再一做你就犯了法律 你可以告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社交媒体公司的立法 已经是忽之欲出了 对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下一步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次的听证会 国会议员提出要立法监管这些社交媒体的巨头 因为这个涉及到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么郭文贵事件呢 他为什么引起美国注意呢 我估计呢 也就是因为他涉及到这两个问题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也听说过 有除了郭文贵要跟这些社交媒体打官司以外 美国的一些社交名人 被这些社交媒体封号的 限制自由的这些一些名人呢 也在告这些推特脸书啊 他们传统上属于私人单位 私人社区 但是呢 由于他们在这个言论自由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 因此呢 要升级为所谓的公共论坛 这样一个级别的地方 这样的法律性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因此呢 就是说 除了刚才就是国会谈到的 要准备立法以外呢 美国的司法可能要形成某种判决 你怎么要看这两种趋势 先说这今天出了一个事情 可能会让这个事更发酵 今天川普总统的推特账号被吊销了 其实就是推特里头一个辞职要走的人 辞职要走的人 他就把他关了 怎么这么一个小小人物 能把总统的推特给关了 那么这会引起非常大的注意 它的引起注意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些公司 这些现在有这么大力量的媒体公司 就等于是媒体大家发声的平台 这些媒体平台 他们要受到什么控制 我们都知道 就在收音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就是电台 那美国就出来就是FCC 就是这个美国 现在都在美国这个FCC 就是管那个频道的吧 那么有很多 比如说你注册一个就公共频道 电视也好电台也好 那么最后你是不能够就是说上面我就一个声音压倒 就一片为以党服务是不行的 你这个平台是要公平的 否则你就不能拿这个 就他们叫Public Airwave 就是公众的这个空中的频道 那么实际上现在到了互联网时代 这些其实也是公众的频道 所以一个类似于FCC对这个方面的立法 真是应该应该进行 而且就是这个恐怕也是国会一方面推动 恐怕很多人去告他们 这也是另外一个能够就是说使得事情 促进事情尽快发展的一个因素 好下一个大问题 你正好提到就是这个 你的总统川普先生账号被封了 不是你的总统 这个家伙最近要去中国 今天去亚洲 他的白宫的幕僚长凯利 最近拍北京拍的很肉麻 我都有点看不过去 气纷纷的在推上讽刺他 这个就是说你提到川普的 他的推号被封了十分钟 反映出社交媒体管理的制度上的问题 那么我就想问 这个郭文贵这个风嘴郭文贵事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把它列到这么几个原因 请你来评价一下 第一个是社交媒体的管理的问题 就是他管理实际上并不规范 一个人他能把总统的账户都给关了 你说这个 而且是早的时候给关了 你说这个制度 这个社交媒体 别看他有那么大公司 实际上这里头管理的也很混乱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那风嘴郭文贵事件 这个就可能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系 第三个呢 是这个 有可能是这个 他的社区规则的自由裁量权 这三个因素 你觉得哪些因素 你这个负面怎么评价呢 这当然是首先是中国政府的干预 那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干预 中国政府第一是直接干预下来 向推特 向这个脸书承认 接到中国政府的信 那当然 政府就说 你所谓社区规则这个事情 那就很多人抱怨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网络水军一大批 全是那个 全是大量是中国政府资助出来的嘛 中国的钱整出来的 这一堆东西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至于这个媒体这个管理不善这种事啊 这个管理总是第一是我觉得大政府 大公司全是很大的官僚机构 从来有各种各样的漏洞 那么像今天川普总统的那个推 被关了11分钟那40多年大量的人去抱怨 他很快就发现了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外国势力的干预 外国势力的干预 而且这个干预中有一个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怎么说也不过分的这一点 就是中国政府用它巨大的市场 作为诱饵来威胁利用这些大公司 脸书就太典型了 脸书真是不光威胁利用大公司 而且觉得也是威胁利用美国政府 现在那个像刚才说到凯利 说到川普 川普今天还在说了好几句 说他跟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我说你做什么梦呢 那么但是中国就一直拿着 这个北朝鲜的这个解决这个事件 来做一个胡萝卜 掉在那个川普政府的面前 那么实际上这里头 你要看看就是说 后来美国的专家们也就说 这个好像不对 这个中国表面说的挺多的 实际上这个做的 就是实际上是做的是反的 你想得很清楚嘛 那个朝鲜这么一个地方 它怎么一下就呼噜就出来一个清淡 怎么就出来一个导弹 多少东西是中国供应出去的 那么它那个原材料 它的那个技术 多少是中国过去的 那实际上中国是用朝鲜 来做一个诱饵 做一个barketing chip我们说 那么我觉得白宫这方面 其实真是有问题 就起码可以这么说吧 这现在是白宫有问题 这个大公司有问题 在美国现在的光明面已经不多了 幸好还有一个卢比奥 还有一个美国国会 这边再说几句话 还有一个 这其实也不见得 美国最光明的问题 就是它什么事情 它绝大多数是公开的 人民是有机会说话的 那么你要看看就说 这个光柜事件发酵以来 你也看见这个美国的媒体 有很多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坚持不报郭文贵 说不就不报 但是华杰日报在报 那个CNBC在报 那个Daily Caller在跟着报 在好多大媒体跟着报 石英也在报 石英也在报 对 对 都在 就是说这个美国是个有自由的国家 你禁不住 你有本事 你禁住所有的美国媒体 我不信 那么美国人民 美国有国会是三权分立的 可以说川普总统商人出身 他可能想 我们是以做交易为主 但是美国有很多 是非常有原则的政治家 我想卢比奥就是其中一个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还要再说一句 那个Christmas 我们很好的朋友 我就觉得他真是一个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几十年如一日 在关注中国的问题 好啊 现在这个故事大体上讲完了 我们现在准备谈点高大上的问题 就是说 这高大上就是美国的 我不仅是我 很多观察家们 网友们 这个观众们 注意到就是郭文贵事件 现在明显的在美国的媒体上 和美国的政界的关注在升级 这个自大爆料以来 这个升级已经 我觉得慢慢 我觉得慢慢趋向一个浮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升级 这个关注的升级现象 你这个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也跟不少西方的媒体记者在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也来问我一些背后的情况等等 我觉得是这样 西方的媒体在越来越相信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开始说上我自己 我坦白的说 我是抱着完全不信的态度去的 那么到后来 我做了 也是去之前 我做了很多很多 这个案头工作 去完回来 现在我也在关注 他说的那个事情 我跟很多美国记者 他们问我郭文贵这个 他说那些天方夜谭的故事有多可信 我说你这样 你就把周永康的故事找出来 就那个腐败程度 把很多报道找出来 你把周永康三个字 换成王岐山的三个字 你换完之后 你就发现在周永康身上发生的事情 和现在郭文贵爆出来的 王岐山做的那个事情 是本质没有什么区别的 也就是说中国官场的人 是这么做事 是这么说话 是这么做事 是这么腐败 中国这些大 我们这些人报了多少这种案子 你每一个案子拿出来 你对比一下 中国官场是不是这样做的 就是这样做的 盗国贼现象存不存在 是这样存在的 所以我就跟了好些 前两天还跟一位 因为美国记者常谈 这个事 然后我们就 很多东西官场都翻出来 这个记者说 他说我看了三个多月了 在这一路在看各种 我想写一篇长报道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些事情太天方夜谭了 我说我们换一个国家 比如换到一个规模更小的 就他以前报过很多腐败 那么其他这个国家 如果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说利比亚的某个专制者 你说因为他原来报过什么呢 他报过这个报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因为这个阿拉法特有三亿美元的财产 就是在国外他的那个夫人年轻的太太过着 过着真是那种非常奢侈的生活 我说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那么你现在要看看 这是中国财产差别多大 那么如果按照比例来说 我想中国领导人就是即便王岐山拿了那么多 远不如阿拉法特拿得多 从比例上来说 我这种事情是可能出现的 而且不光是可能出现的 而是经常出现的 在所有专制国家 在所有人民不能监督政府的地方 这种事情应该说是个常态 在这种常态之下 就是说你相不相信郭文贵爆料呢 那可能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在中国 我也没有那个 我没有办法查证他说的每一件事情 我也查证不了 我也不能够 就是我就只能听他说 但是有太多的旁证 证明他说的那个模式是准确的 这是一种这个理性思维的一种结果 当然这个要去证明 真的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去介入的话 甚至于仅仅中国政府去介入 也证明他不了 因为很多事情中国政府参与着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这个事情所以说等到历史去证明了 就是这样了 严正公正的司法去调查去证明了 是这样 不过我倒是听到你这个想 刚才谈的东西我有点惊讶 就是说你原来你也不信 那你第一次去调查他 去采访他的时候 你对他说的这东西 你都是不信的一种心态去的 我不过不是说不信 我对我是提到挑战的心态去的 一定要挑战 当时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做了大量研究他们中国来的报道 这我觉得最有危机感的 我感觉我想知道这个整个国安系统 是怎么样来控制人民的 这是我非常怪的 我跟你说一个笑话 大家也别真是当笑话说 当那个郭文贵 我先在采访他之前跟他谈了十来个小时 他跟我说海航 我说什么海航 我说你说中国海运 我不知道什么海航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 真的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他说那20万亿的公司 我说我哪知道 我这是我不关心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条 我心里总是 我希望当时我一直跟郭文贵闲上谈 也希望他能告诉我说 中国这十几年 突然冒出来这些报复的人 是怎么报复的 怎么突然 你在纽约应该看得比我的更多 我的黄仁顿也看得不少 20多30多40岁出头的人 突然身后都是亿万身家 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 你是凭什么 就我中国来的很多富豪 我跟他们私下谈 谈得不少 问什么都好说 问到生意都支支吾吾 这是很有趣的 你做什么发财的 我做房地产 多数人都说做房地产 房子买在哪里 这一点了那一点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问到所有这些细节的话 这个事情是非常不经问的 所以当时我去采访郭文贵的时候 我也就是觉得 我要摸清楚一些这个情况 我想他能给你 给我提供不少情况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就是 中国这个特务国家 怎么样控制人民 这个插曲有意思 现在我问你下一个问题 还是关于今天我们反谈的主题 就是我想起了雅虎事件 雅虎事件 雅虎事件实际上是郭文贵事件的前面的主要的故事 雅虎事件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的关注 甚至于超过了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 后来这些受害人 父母亲 那个斯涛的母亲到了美国国会 杨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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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愿这个CEO被递到国会去参加听证会 结果是什么呢 雅虎赔了一笔钱 赔了两千万 赔了一笔钱 那么至于立法和对美国公司的监管的问题就被划过去了 那么同样的故事会不会发生第二次 但是这样的雅虎事件跟这个还不一样 雅虎是把斯涛的私人的东西给了中国政府 造成他遭受迫害的人身伤害 那么当时就是说 那不给中国政府透露什么就行了 所以当时其实雅虎本身在那么做的时候 已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但现在就这些美国的法律在推特油管脸书对官贵噤声的时候 它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到底美国的法律在哪一条到底怎么样 这个并不是很清楚的 那么我想现在是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将法律立法做好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雅虎事件其实对美国是一个特别大的警告 也就是说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 他们要跟着专制政权做坏事 所以他们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实际上这个专制政权和美国的大公司做生意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个原来我读书的印象中 IBM就为前苏联干活 这是一个故事 然后斯科帮助中国建立这个监控系统 也是有丰功伟绩 对不对 那么现在相对来说脸书 小渣跟北京下跪去在雾霾中跑步 那真是小菜了 对呀 就是在美国的国内对这些东西的关注和监管 究竟能到什么程度 这是人们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是分开两个 第一个是国际金融局 国际资本 国际大公司在其他国家做生意 这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这是国际化的公司 跨国公司就这么跨嘛 那么像当年沃尔玛干脆就把公司总部 搬到深圳去的这也是他们做得到的 你都说不清它是哪一国的公司是不是 那么现在我觉得我首先觉得美国人能管的 美国人最应该关注的就是现在这个 郭文贵是在美国本土 郭文贵不是在中国 郭文贵在美国本土的上面受到 就是他应该受到美国司法保护 你在美国本土禁止他这样发言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中国将他的新闻检查 出口到了美国来 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 就是我觉得美国立法 完全是可以马上制止出这件事情的 就是说中国的新闻检查 外国新闻检查不能出口到美国来 你在本国新闻检查 我们就管不着你 还有一个问题 你谈到中国出口新闻检查制度到美国 这也是卢比奥参议员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一刚开始我们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就开始 那么我们扩大一下在说的一个问题 中国出口它的一种 制度模式到美国来 而且是利用美国的制度平台来做 这也不是一个事 就是中共除了出口它的新闻检查制度以外 它向美国出口它的意识形态 那美国还有很多报纸跟它合作呢 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在光文贵 挺可怕的 首先就是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是跟中国合作最密切的一个报纸 我现在反正不定它了 我也不看了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想就是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侧面 而是它有一个连锁性的啊 成规模化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啊 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它的新闻检查制度都到美国来了 而美国迄今它的关注还是相当有限的啊 这是人们最深深最深刻的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都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啊 在抗击这个中国的病毒 就是在抗击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反应能力很慢 它的这个动作呢也不如人满意 这个应该是一个更大的关注的问题 你说美国国会就这件事情会关注吗 嗯 会非常关注 不是会不会早就已经非常关注了 对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自由社会 我们是一个自由社会 我们的我们强大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它是自由 但自由是有短板的 嗯 自由永远是有短板的 这个因为你是自由 那个短板都是人的短板 那么中国是利用了美国的自由进入来 想干预美国自由 就跟我们人一样 我们哪个机体不对的话 在病毒侵入进来 先是侵入那个地方是不是 但是呢 同样我也觉得美国的自由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有它自己非常强的免疫力 这个免疫力呢 确实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关桂的事件 逐渐能显示出来的 我们看的一开始好 VOA断播也好 关桂谈很多事件 那个美国社会反应其实并不大 那么跟着跟着呢 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就侵入进来了 但是跟着跟着 现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 自由的媒体的人们在开始关注 而且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人民的代表 就美国选出来的国会也会关注 如果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社区 我们要能做到的话 我是觉得我明年在2018年国会大选 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 我自己本人会不断的跟各个国会议员 就是他们要联选嘛 他们联选都要听选民的意见 我本人我会各个国会议员 谈这个问题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一定要他们高度关注中国病毒这个问题 好 这个我们节目该收起来了 谢谢更想夏博士 今天给我们介绍发生在华盛顿的 对郭文贵先生的几次封嘴事件 这个封嘴事件的里面的一些细节 小故事背景 还有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封杀事件 美国国会调查这个封杀事件的意义 还有呢 就是说美国国会怎么样对付中国的 新闻管制出口 意识形态出口和中国病毒出口 好 感谢邱小夏博士 感谢网友的收看收听 谢谢小平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镜呢 火拍呢 请大家点击 请大家订阅 请大家打赏 还请大家加盟民进 共同壮大民进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